这几年啊很多标签有人或者是标签硬体哈也经常跟我们探讨膜内标签是怎么完成的 其实膜内标签的硬刷有好几种方式 大家都可以比如说奥运机柔运机 PS把都是可以的包括图板啊 那么不管他怎么硬刷 他都需要磨切吧 那磨切怎么完成 同样也需要我们磨切机制造厂来配合他 完成这个成型的动作 大家现在看到的内邦阿瑞斯的阿瑞斯系列的表现 他在做膜内表现是非常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为什么呢 从送料到追标 再磨切到成型到收集三个部分 送料磨切收集加上清费 对哈 那么这三个动作他的指路表现得非常短 然后设计合理在磨切之前 追标对吧 然后再通过磨切磨切的相对的让这个 磨切的那个刀磨板的安装啊 也是非常的轻巧哈轻便的哈 就非常轻巧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整个的 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呢 他的他的按键非常少 基本上算是一键是启动了 只有点动联动定位停车 定位停车 那只有这三个动作 然后呢 这个刀磨的抽叉呢 安装呢也是非常的简便很轻巧啊 一只手 就能搞得定啊 所以这也是加强了这个操作体验感受 因为很多女女女的机长女士在开机啊 考虑这个板的重量 同时他具备 具备一定的生产效率 我们通常讲 生产效率在主机上面一个屏幕上面是有一个显示的啊 现在目前显示的是一万九千像 当然了他不是我们最佳的做的 还不是最快的 等会我会演示一下从加减速的一个变化 现在我就 开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运行 因为在调好的状态下面呢 直接运行就好 现在这个速度呢 现在这个速度呢 是多少呢 一万九千啊 一万九千 现在不要忽略了 他不是最快的速度 刚刚我强调过了 我直接 这帮阿瑞是直接啊 不用考虑停顿 加速就好了 直接加速到三万车 是什么效果 又一个小车 就这个效果 就这么稳定 因为设备的好力换 来源于整个的工厂的设计理念 还有他的调效过程 你看看哦 这边的整体布局是 签在这个地方做收集 那么 这个产品我们拿出来看 第一个切的准确 第二个边缘光滑为佳 特别注意的是 某类标签边缘一定要非常光滑 你看 这个效率的话 给你的生产速度 给你的生产效率带来了不少的 生产的 乐趣 也创造了不少价值 听这个声音就很舒服 有没有一点 有没有一种交响乐的感觉 很多客户跟我讲 就喜欢听瑞邦这种 邦邦邦的声音 非常完美 整个一切合成 压力稳定 套位准确 这就是磨切金应该具备的 具备到三点 套位准确 磨切压力平整 压力精准 不变化 就是加减速不变化压力 随便加减 想加就加 想开就开 挺这一日 好 在此同时呢 也是感谢标签的行业 给了我们这么多 展现的机会 同时我也向大家承诺 我们瑞邦将来所有的产品 一定会迎合行业里面的需求 去做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定制 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鼓励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